姐弟恋真是香了 周末和姐妹相聚 发现大家都处于非常甜蜜的恋爱或者婚姻中 在座的除了我以外 全部都是女生比男生大 有姐妹比自己老公大10岁 孩子现在已经快要上小学了 还有的姐妹正在被小6岁的弟弟疯狂追求 和这些资深姐弟恋的姐姐深入沟通了一下 总结出以下这几点 祝你炉获优质的帅弟弟 如果你是妹妹眼前一眼 听完用姐姐的思维谈恋爱 真的能领好同龄人 想到最近的瓜 娃娃小飞和大S 最后的结果大家也知道 所以姐弟恋虽香 但是踩坑的机会也不香 选对男人还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当然如果你是严控 那就按照你的审美标准爱 但如果你不排除有和优质弟弟开花结果的想法 就要认真地看看以下这几点 年轻的弟弟还没有成型 那就要看他的一个基本盘 去判断他的走势 首先就是他的综合素质 他是否善良有担当有想法 另一方面就是要看他的基础素质 这时候首要看他的家庭环境 他父母从小灌输给他为人处师的理念 也就是他的家教 我观察过很多不同家庭出身的男生 家教严格作风正派和睦家庭出来的孩子 大概率是不会太出格的 不会对另外一半做出特别残忍 无底线的事情 弟弟年轻 还没有定型 可塑性强 未来发展的空间可以很大 如果你愿意用你的经验和资源帮他塑行 他成功的节奏可能会快些 恋爱小天才 潇雅生的快乐 我们体会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他 养成喜恋爱方法 他会给男朋友抱兴趣班 指导他们人生规划 让他们多才多艺的同时 又为自己的恋爱增加甜蜜度 第一步要展示姐姐们绝对的优势 内涵 眼界 独立 姐姐们在这段感情里最有优势的是什么 经历过更多 看过更多的美好 也经历过更多狗血 加上不断的自我成长 内涵和眼界是年轻女孩不可比拟的 男生也有迷茫的时候 相比起一年轻女孩的遗臭莫产 更希望自己在脆弱的时候有一个坚实的港湾 给自己高明又有效的建议 不仅能解决问题 还能为自己分担压力 放心的再做回小男孩 另外 小姐姐们工作经验丰富 所得的薪酬回报会高于大部分人气女孩 和小姐姐们在一起生活品质不会太低 能提供的人脉和资源也更加可观 第二点就是反差吸引 反差感在情感里就是最诱人的一击 平日是一个独立强大 善解人意的女人 偶尔时不时的让她感觉到你生活中的另外一面 比如说出门会迷路 做饭还会烧糊 这种反差的性格反而会激发男人的保护欲 让她感受到你也是需要她的 第三点就是善解人意 当男生因为太累了而不想出门的时候 小姐姐会体会到她的工作劳累 给她安慰和鼓励 甚至还有可能亲自下厨 做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 而年轻女孩们可能并不太擅长换位思考 甚至还会因为说好了你今天陪我逛街而反悔了生情 第四点就是专注自我 小姐姐们已经过了恋爱脑的阶段 爱情只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他们更懂得只有健身和工作不会辜负 朋友圈才能在关键时刻帮自己度过难关 所以不会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分配给爱情 甚至在爱情和工作起冲突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选择工作 这种独立的自我清醒的人格 反而让大家又爱又狠 燃起熊熊的征服欲 心思完全被牵了 第五点就是保养得到 你会发现大部分小姐姐看起来都会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 非常会保养 所以他们可以同时既可爱又性感 既霸气有温柔 极各种魅力于一身 也弯得起 所以单身的姐妹们在恋爱的路上思路打开 收获比自己年龄小的伴侣又何尝不可 如果他值得信赖 如果你们相处愉快 上帝为你打开了这扇门 那就走进去看看